同学们好 继续学习政府补助 我们看第二个问题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政府补助分为与资产相关的和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两位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是要形成长期资产的 对于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会计处理时可以采用总额法 也可以采用净额法来进行核算 我们先看第一个总额法 取得的时候 借方借银行存款 正常情况下是财政通过拨款的这种方式 所以我们收到的款项借记银行存款 当然也不排除 确实政府把一些长期资产直接给我 那我们按照它的供允价值借记相关的一些资产 代方代记抵延收益 贪销时借记地盐收益的代方代记其他收益 那一般的来讲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那我们比如形成固定资产提折旧 肯定与日常互动相关 那这一部分呢 贪销时就应该反映到其他收益里去 因为总额法下最终都是要形成收益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反映到其他收益里面去 那现在的问题是 说你开始反映到地盐收益 从什么时候开始贪销 对于从政府取得的补助 是补偿费用损失的 那如果说这一项资产 构建还没有完成 没有提折旧 没有形成这些费用 那地盐收益就不能进行弹销 所以我们下面看 第一个 如果企业先收资金再构建 构建在后 政府补助发生在前 那这个地盐收益 只有当形成长期资产 开始提折旧 或者开始进行贪销时 地盐收益才能贪销 把它进入到损益 才能体现补偿 这一部分成本费用或者损失 那第二种情况 那也有可能说 我们的资产 已经构建完成了 政府补助的企业还没有到位 我们资产 只要达到预定和使用状态 那你下个月就要开始提折旧了 那这种情况 我们地盐收益后面的取得 我们不要往前再进行追溯了 所以就说 如果企业先构建再收到资金 则应在相关资产剩余使用寿命内 按合理系统的方法将地盐收益分期 记录损益 你不能往前再进行追溯 需要说明的是 采用总额法的 如果对应的长期资产在持有期间发生减值损失 地盐收益的摊销仍保持不变 不受减值因素的影响 它简直就减值 地盐收益还是按照以前摊销的方式去摊销 说企业对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选择总额法核算的 应当将地盐收益分期转入其他收益或营业收入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 那我们在处理的时候 借记地盐收益代替其他收益 如果非日常活动的 那借方借记地盐收益代方营业收入 相关资产在使用寿命结束的时候 或者结束前被处置了 那你尚未摊销的地盐收益 要转到处置当期的损益 不能说地盐收益我在那放着不动 那不行 那这种情况 不要往后再进行地盐了 说对相关资产化算为持有代售类别的 关于持有代售 我们是单独有准则的 持有代售非流动资产储置组统组织经营 那后面再详细地说这个问题 如果是划分为持有代售类别的 先将尚未分配的地盐收益余额 充减相关资产的账面价值 然后再按照企业会计准则42号 持有代售非流动资产储置组组织经营的要求 进行会计处理 也就是说 一定要把这个地盐收益 以不能再留任何东西 那第二个呢 就是净额法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净额法在处理时将补助充减相关资产账面价值 完全是一个充减的概念 说实物中 存在政府无偿给予企业长期非货币性资产的情况 如无偿给予的土地使用权和天然起源的天然林等 对无偿给予的非货币性资产 这是非货币性资产 企业应当按照供允价值 如果你有供允的供允来 没有供允的就是名义金额 对它进行计量 那如果说有供允的 你按照取得资产的供允价值借记有关资产 代方代地盐收益 那地盐收益 按照前面所说的方式去进行贪销 贪销时借地盐收益代其他收益 说对以名义金额计量的政府补助 那取得时把它寄当期损益 就寄一块钱 就行了 看教材的例四 这是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的一个题目 按照国家有关政策 企业购置环保设备 可以申请补贴以补偿期环保支出 丁企业于18年1月 向政府有关部门提交了210万元的补助申请 作为对其购置环保设备的补贴 18年3月15日 丁企业收到了政府补贴款210万元 这是在3月15号收到的 18年4月20日 那丁呢 购入不需要安装的环保设备 实际成本480万 使用寿命10年 用直线法来提折旧 你想4月20号购置的 不需要安装 5月份才开始提折旧 那地盐收益 也只能从5月份开始摊销 26年4月 就是过去了8年 丁企业的这台设备发生毁损 本利中的不考虑相关税费 那丁的账务处理 说方法一 丁选择总额法进行会计处理 总额法就是收到的政府补助 反映到地盐收益 以后地盐收益摊销 再去影响随意去 第一个 18年3月15日 实际收到财政拨款 确认地盐收益 收到的是210万 借银行收益 带地盐收益210万 第二 18年4月20日 购入设备 购入时 借记固定资产 带方银行收益480万 第三 自18年5月起 每个资产负债表征 具体折旧 那地盐收益 也是从5月份开始进行摊销 你不能说我3月份取得了4月份摊 或者3月份叫摊不行 具体折旧 假设该设备用于污染物排放的测试 折旧费用基础制造费用 那也就是说 当时整个设备购置的时候 入账的是480万 480万 除以10年 那就说 每个月的 我们再去除以12 那是4万 借房制造费用贷方 带来一级得救 那接下来呢 地盐收益 也是从5月份开始摊销 我们当时整个得到政府组织210万 从18年的5月开始摊 那摊销的时候呢 就是210万 除以10 也是除以12 每个月要摊销的 17500 借记地盐收益代方代替其他收益 17500 第四 20年4月 设备呢 毁损 同时转销地盐收益余格 报废了 地盐收益不能往后再地盐去 地盐收益要冲掉 那这时刻 我们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到固定资产清理 原价是480万 那提折旧呢 已经过去了8年嘛 就是480万 除以10 过去了8年 到报废的时候 乘以8 384万 固定资产清理里面反映的是96万 那把固定资产清理转到营业外支出 因为是属于报废的 我们也清楚固定资产如果是报废 丧失使用功能的 最终处置时反映到营业外收入和营业外支出 如果说有价值的 那你这个时刻对外出售了 最终影响损益是资产处置损益 是不一样的 那要资产处置损益 其实还是在 营业利润之前的项目 接下来是转销地盐收益余额 那地盐收益呢 我们也知道原来是210万 除以10 那每一年摊的是21万 还剩两年吗 因为过去了8年 所以两年就是42万 借方借记地盐收益 代方营业外收入 那这个呢 报废肯定是非日常活动了 那我们摊销时 把它要营业外收入 就是总额法下 都要形成收益 日常活动相关的其他收益 非日常活动的营业外收入 方法二 丁企业选择净额法 进行会计福利 净额法就是充减的概念 资产的价值形成 然后我们进行充减 第一个 18年3月15日 实际收到财政拨款 那我们借方借记银行存款 代方代记地盐收益 210万 这是实际收到的 那第二 18年4月20号购入设备 购入时借记固定资产480 代方银行存款480万 那现在资产一形成 地盐收益就充减资产的价值 所以我们会有借记地盐收益210万 代方代固定资产210万 充减之后固定资产的价值 变成了270万 那我们看 自18年5月起 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月末 计提折旧 那就剩下的是270万 除以10 再除以12 每个月提的折旧 那就是22500了 净额法呢 就是充减的概念 所以现在在实务之中 有政府补助的这样的一些企业 很多都是非常喜欢净额法 充减嘛 你比如说 如果我们是相关的一些费用 寄到管理费用里去了 那如果净额法是充管理费用 有的企业就领导说高兴啊 哎呀你看我们今天的费用指标 那个管理费用数据就那么低 其实是被冲掉了一步 你再比如说 如果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我们要是采用净额法进行处理的话 那你生产成本相对来说会低 你想啊 往成本费用里面寄的数字就变少了 总额法我们当时 那是480万除以10除以12 往制造费用就寄的 净额法是充减的概念 那这个成本费用就低了 对于出口的一些产品 那在市场上实际上是有一定竞争力的 若干年前啊 那欧盟反倾销时就曾经提到 说有的一些企业成本那么低 与政府补助相关政府给钱 那是总额法的时候 总额法实际上呢 当时我们成本费用 并没有真正降下 早我们是总额法 但是也有一些政府补助 但你已经披露了 说你看他为什么在市场有竞争力 好多都政府给的钱 虽然没有影响产品成本 是政府给钱了 那如果说我们要是用净额法进行核算 你会发现给钱的这些年 政府补助给多少 那要进行披露 再过几年就不说了 而我们这个成本费用的数字就变小了 所以你看这报表这些方面看起来 它就比较好看 因此现在净额法 是很多企业都比较喜欢的 但是总额法又总额法那些优势 我们接下来看第四 26年4月设备回损 那设备回损呢 就是把固定资产的账面价值 转固定资产清理 你想原价经过充填之后270万 过去了8年嘛 那这个是270万 除以10乘以8 这方阶级累积折旧要充掉216万 固定资产清理 反映的是报废的时刻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54万 因为还剩两年27万乘以2 54万 把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转到营业外支出 所以借方借营业外支出 贷方贷固定资产清理 54万 这是它的处理 第三个大的问题 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没有形成长期资产的 那都是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也是由总额法 金额法之分 那总额法最终也是形成收益 金额法当然也是充减的概念 我们具体来看 对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补偿的可能是以后期间成本费用或者损失的 也有的可能是补偿以发生的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我们先看补偿以后期间的成本费用或损失 那在处理时 一个是收到补助资金时怎么做 再有就是成本费用或损失发生时如何处理 先说收到补助资金总额法下 借银行存款代方代计低延收益 这是你已经收到了 但是如果是应该收到的时候 你可以反映到借方其他应收款代低延收益 特殊情况也有 那金额法也是一样的 借方借银行存款等代低延收益 接下来的成本费用 或损失发生时 总额法下要全部的最终形成收益 就是你低延收益的数字要转到收益里面去 与日常活动相关的这一部分代方其他收益 与日常活动无关的这一部分是营业外收入 所以代方其他收益或者营业外收入 这是说总额法 要是用净额法来进行核算 它是充减的概念 那比如说补偿的是生产环节的 那这一部分要充减的生产成本 如果补偿的是我们已经寄到管理费用的 那你充管理费用 如果补偿的时候 由于着火我们当时净损失既营业外支出 充营业外支出 它就是充减的概念 我们再看补偿已发生的成本费用或损失的 那这一部分总额法下借记银行存款代其他收益 因为已经发生了 不存在着以后递延的问题 与日常活动相关代其他收益 与日常活动没有关系的营业外收入 这是总额法 净额法还是充减 比如你充减生产成本管理费用 民事外支出 跟前面是一样的 这是它的处理 总额法全额确认收益 净额法充减 那我们看教材的例如 甲企业于14年3月15日 与企业所在地地方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根据协议约定 当地政府将向甲企业提供 1000万元的奖励资金 用于企业的人才激励和人才引进奖励 甲企业必须按年向当地政府 报送详细的资金使用计划 并按规定用途使用资金 协议同时还约定 甲企业自获得奖励起 10年内注册地址 不迁离本区 否则政府有权追回奖励资金 甲企业于14年4月10日收到1000万元的补助资金 分别在14年12月 15年12月 16年12月 使用了400万 300万和300万元 用于发放给总裁级别类高管年度的奖金 那这种情况 说是假企业在实际收到补助资金时 要先判断是否满足地盐收益确认的条件 如果客观情况表明 企业在未来十年内离开这个地区可能性很小 他就不离开了 那我们认为就没问题啊 不离开 政府就给我们这笔钱 就可以进行确认 所以收到时反应到地盐收益里面去 等后面按照规定用途使用补助资金时 地盐收益在摊销 把它记录到当期损益 那这个呢 就应该要充减 是管理费用 假企业选择净高法 对此类补助进行会计处理 14年4月10号 假企业实际收到补贴资金 会计上借银行存款1000万 带地盐收益1000万 那第二 14年12月 15年12月 16年12月 补贴资金发放高管资金 用了这一部分 那我们就充背 原来高管人员的这一部分薪酬 记得是管理费用 所以收到时 借地盐收益带管理费用 充管理费用 14年12月充了400万 15年的12月 掉了300万 借地盐收益带管理费用300万 16年12月 借地盐收益带管理费用300万 净额法就是充减 我们再看例6 以企业销售其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软件 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该企业的这种产品 适用增值税急增进退的政策 按17%的税率征收增值税后 对其增值税实际税付超过3%的部分 实行急增进退 以企业17年8月在进行纳税申报时 对归属于7月的增值税急增进退 提交退税申请 经主管税务机关审核后的退税额为10万元 软件企业急增进退增值税 属于与企业的日常销售密切相关 属于企业日常活动相关的政府补助 那一企业17年8月申请退税并确定了增值税的退税额 说这个时刻我们申请了 那这一部分没有收到前十 因为政府肯定会给我们 我们已经交了 那借方其他营收款 贷方代计其他收益 10万 对于增值税急增进退或者增值税交上去了 政府再退个我们一部分 那在进行会计处理时 你别管总额法进行额法都是一样 因为它没有充减的概念 我们都应该反映到其他收益里 那再看教材的例期 秉企业15年11月遭受重大自然灾害 并于15年12月20日收到了政府补助的资金200万元 那你想遭受重大的自然灾害 最终损失是反映到营业外支出里面去了 那在15年12月20日收到政府补助资金 看选择什么样的方法进行处理 要是选择总额法进行处理时 全额确认为收益 那这个收益当然与日常活动没有关系了 所以借银行存款200万代方就是营业外收入200万 那如果是计额法进行核算 我们就充营业外支出 我们再看教材的例8 这是充建生产成本的一个例子 丁企业是集方清技术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方清的原料是石脑油 石脑油按成品油项目在生产环节征收消费税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 对使用燃料油石脑油生产乙烯方清的企业 购进并用于生产乙烯方清类化工产品的石脑油燃料油 按实际耗用数量退还所含的消费税 假设丁企业石脑油单价每吨是5333块钱 其中消费税是2105块钱每吨 若本期将115吨石脑油投入生产 石脑油转换率1.15比1 即1.15吨石脑油可生产1吨乙烯方清 即生产乙烯方清100吨 丁且根据当期产量及所购原料供应商的消费税证明 申请退换现应的消费税 当期应退消费税就是100乘以1.15再乘以2105 这个计算大家不用去管它 最终只是告诉我们数字 能够进行会计处理就够了 那这个数字的金额是242075 丁且在期末截转存货成本和主营业务成本之前 我们要充建生产成本 政府肯定会给我们 钱还没有收到 反映到其他营收款里面 借方借记其他营收款 242075 代方生产成本 242075 我们看18年的一个单线题 甲公司为从事集成电路设计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 适用增值税先征后反政策 20757年3月31号 甲企业收到政府激增激退的增值税是300万元 20757年3月12日 甲公司收到当地财政部门为支持 其购买实验设备拨付的款项120万元 20757年9月26日 甲公司购买不需要安装的实验设备一台并投入使用 实际成本为240万元 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及其借款 该设备采用年限平均法集体折旧 预计使用年限十年 预计没有净残值 甲公司采用总额法核酸政府补助 不考虑其他因素 甲公司207年度因政府补助确认的收益是多少 那我们看要确认收益的数字 对于增值税这一块 急增急退的 那肯定是要把它确认为收益 那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接下来我们还要考虑 购买实验设备的征服补助120万 那这一部分当期贪销的 就地盐收益贪销数 也是要把它确认为收益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贪销 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并且这项资产是后构建 先得到政府补助后构建 那地盐收益贪销是从资产开始提 这就是贪销的 2027年9月26日 购入的不需安装 10月份开始 那到年底是三个月 10、11、12、3个月 所以把它的地盐收益 贪销数要给加进来 这样呢 增值税的振益部分300万 急增急退的 要反映当期的收益 然后是120万 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当期贪销部分 只是贪三个月 120万除以10是每一年贪销的 那我们再乘以十二分之三呗 最后的结果303 选项A是正确 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个单选题 这个题目让计算是19年底 地盐收益的余额 19年9月2日 贾公司取得当地财政部门 拨款是2000万元 用于资助 贾公司19年9月 开始进行的 一项研发项目的前期研究 预计将发生 研究支出是5000万 项目自19年9月 开始启动 至年末累计发生研究支出是1000万 取得时 以满足政府补助所付条件 贾公司对该项 政府补助采用总额法来进行核算 19年底 地盐收益的余额是多少 那我们看呢 开始 取得的5000万 都应该反映到地盐收益里面去了 那就要把19年 12月31日之前 地盐收益摊销数扣掉 就应该是地盐收益的余额 当然这个没有形成长期资产 它呢 是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这个地盐收益后期怎么进行摊销 那应该是说 看一下 财政拨款2000万 然后是资助的项目 项目你预计发生支出是5000万 然后呢 到年末累计发生支出1000 所以地盐收益的摊销 那应该是说 我们整个财政拨款 2000万反映到地盐收益 地盐收益摊销 那应该是按照已发生支出 占预计发生总支出的比例 我们要摊销的是2000万 那就说我们19年应该摊销是400万 地盐收益的余额就应该是 2000减400等于1600 第四个问题 政府补助的退回 就说 有的一些情况下 政府补助可能要求退回去 说开始认为满足政府补助的确认一些条件 那后面又出问题了 政府要求把钱给退回 我们怎么付 那这部分在处理的时候 翻这几种情况来看 说第一个 初始确认是 充减相关资产成本的 那应当调整资产账面价值 就是你充成本的调成本去 调资产账面价值去 比如说我们是 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形成的是固定资产 进额法的时候 当时把资产价值给充了 那我们现在应该要调资产的价值去 第二 存在尚未贪销的地盐收益的 充减相关地盐收益账面余罗 你要是有上面贪销地盐收益的 充去 反地盐收益充呗 超出部分 把它寄入当期损益 而属于其他情况的 直接寄当期损益去 这是关于它的退回 也就是进额法核算 你原来充减资产价值 剩余的这一部分 要调资产上面价值 如果说有尚未贪销地盐收益的 充地盐收益 那超出部分寄当期损益 别的情况 也不能充资产价值 也没有地盐收益 都寄当期损益 所以对于 属于前期差错的政府补助退回 你应当按照前期差错更正 来进行追逐调整 知道这个事就行了 我们看教材的例9 说接例4 假设19年5月 有关部门在对丁企业的检查中发现 丁企业不符合申请补助的条件 要求丁企业退回补助款 丁企业于当月退回了补助款210万 原来呢是给了210万 后来发现不符合条件了 要给退回去 方法一 如果丁企业选择总国法进行会计处理 应当截转地业收益 并将超出部分激当机损益 因为我们要退回210万 但是呢 19年5月 我们已经把原来的地盐收益210万 给摊销了一个21万 摊了一年 那地盐收益还剩多少 剩189万 先充地盐收益超出部分 即当期损益 所以借房借其他收益 充减20亿万 好那我们看方法二 丁企业选择净额法进行会计处理 净额法再进行处理时 当时资产形成之后呢 取得政府补助是充减了资产的价值 原来充的是210万 那现在既然把政府补助要退回 我们相应的要调整资产的账面价值 那这个例子应该要调固定资产成本累计折旧 实际退回金额与账面价值调整数之间的差 那要既当期损益 原来固定资产取得时 是480万 政府给补助210万充减了 那现在要求把210万都退回去 所以我们要把固定资产的价值调增210万 还是固定资产反应最开始取得时的实际成本480万 那政府补助退回退了210万 但银行存款210万 累计折旧 原来过去一年提折旧 是按照调整之后固定资产价值提的 也就是说480万加210万270万 以它为基础提的 那我们现在应该是回到480万提 所以这一年提的折旧 21万要给补上 210万除以时 带累计折旧 那这个差格计损益 当期损益反映到其他收益里 那其他收益在借方有21万 好那我们接着再看教材的历史 甲企业于14年11月 于某开发区政府签订合作协议 在开发区内投资设立生产基地 协议约定 开发区政府自协议签订日期六个月内 向甲企业提供300万元产业补贴资金 用于奖励该企业在开发区内投资 甲企业自获得补贴旗五年内注册地址 不得潜离本区 如果甲企业在此期间内搬离开发区 开发区政府 允许甲企业按照实际留在本期的时间 保留部分补贴 便按照剩余的时间追回补贴资金 甲企业于15年1月3号收到了补贴资金 假设甲企业在实际收到补贴资金时 客观情况表明 甲企业在未来五年内搬离开发区的可能性很小 这时刻就符合政府补贴确认条件了 要把收到的资金寄入到地址收益里面去了 但是说如果说由于协议约定 如果甲企业提前搬离开发区 开发区政府有权追回部分补贴资金 政府要把它给收回 那甲企业就要把补贴的在五年内平均摊销 记住到损资金里面去 甲企业账务处理如下 第一个15年1月3号 甲企业实际收到补贴资金 借房借银行存款 贷房贷计地盐收益300万 这实际收到 那第二15年12月31日及以后年度 甲企业分期将地盐收益截转当期损益 那300万除以五年 那每年60万 这一共给的是300万吗 借房借机地盐收益 贷房贷机其他收益 说假设17年1月 因甲企业重大战略调整 办理开发区了 开发区政府根据协议要求 要退回补贴180万 还有三年吗 每年60万 所以这边要充 在没给政府之前 借地盐收益贷其他运负款 给政府返还时 再去充点其他运负款 这是政府补助的退回 我们看19年的多选题 下列各项关于 已确认的政府补助 需要退回的会计处理表述中 正确的有 A 初始确认时充减资产账面价值的 调整资产账面价值 你性格法充减资产账面价值 退回前就要调 B 初始确认时 记住其他收益或盈利外收入的 直接记录当期损益 那我们也不用调资产账面价值了 也没有地盐收益可以充了 那就记当期损益 这也是对的 没问题 C 初始确认时 充减相关成本费用 或盈利外支出的 那也是直接记当期损益 这也没问题 你没有地盐收益 没有资产账面价值够调的 那就直接记当期损益 第一 初始确认时 确认为地盐收益的 充减相关地盐收益账面居多 超出部分 记住当期损益 有地盐收益 充地盐收益 超出部分 也是记当期损益 所以这几个都是对的 这节课 给大家介绍的是 关于政府补助 的会计处理 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助 还有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还有一个呢 就是关于政府补助 退回的处理 那与资产相关政府补助 与收益相关政府补助 都有总额法 净额法 总额法是最后 全额确认收益 净额法都是充减的概念 那政府补助在进行 有涉及退回的 如果是充减资产账面价值 调资产账面价值 有地盐收益 充地盐收益 超出部分 记长期损益 如果与资产账面价值 调整无关 与地盐收益无关 都记长期损益 这些我们要掌握 好 这节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